现在科学证明了 我们的意念 常常想着那个地方 这个意念就到达了 那我们的佛报 我们的智慧 我们的功德 也就是送到那边去了 那边人能不能接受 我们不要去管他 肯定他收到我们的信息 但是起不起作用呢 那要看他烦恼的后波 他烦恼太厚了 烦恼太重了 虽然收到了 他没有感觉 我们是麻木不仁 如果他烦恼轻 他有智慧 他就能感觉得到 修福 修净土 一心求生 极乐世界 我们今天讲移民 这移民到极乐世界 那个地方环境好 那是 宇宙之间 一切祝福 插土里面 佛报最大的 没有比这个佛报更大了 那你就晓得 我们要修最大的佛报 无量无边的佛报 怎么会修法 念阿弥陀佛就是 方法就一个 我们每个人都念阿弥陀佛 每个人都对佛报 还有叉灯 这个叉灯 为什么会有这个叉灯呢 你用的心不一样 我们是杂乱心念佛 他是亲近心念佛 那我们的佛 我们有佛报 我们或不如他 他心亲近 那个人用平等心念佛 他佛报更大 还有一个人呢 是用亲近平等 绝对心念佛 那最大了 不一样 佛号是一样 他所感到的功德不一样 那就在乎我们用心 所以经商也在劝到我们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这个太重要了 专注啊 一心专注 念佛的时候 把其他的都放下 心里不要想别的东西 就想阿弥陀佛 一念相应 一念佛 念念相应 一念佛 有佛的地方 就有佛报 没有佛的地方 就没有佛报 这一定要知道 没有佛报的地方 我们念佛的人 要把自己念佛的这个佛报 回向给那里 要帮助那个 没有佛报的地方 地区 能报的上吗 能 现在科学证明 我们的意念 常常想着那个地方 这个意念就到达了 那我们的佛报 我们的智慧 我们的功德 也就是送到那边去了 那边人能不能接受 我们不要去管他 肯定 他收到我们的信息 但是起不起作用呢 那要看他烦恼的后波 他烦恼太厚了 一张太重了 虽然收到了 他没有感觉 我们说 我们是麻木不忍 如果他烦恼轻 他有智慧 他就能感觉得到 那么这个在佛菩萨呢 在佛力加持 我们凡夫确实 也有这种能力 只要我们的心亲近 只要我们真正有这个愿力 我们把自己所修学的 回向给他 他真能得到所有 就这一段事情 在从前很难讲啊 太悬了 谁能相信呢 那只有真正老实人能相信 现在科学帮了帮 特别是量子力学 这是一个新兴科学 刚刚开始 很时髦 我们可以能够体会得到 三五年之后 这个科学会被广泛的 在社会上宣传 那就是意念主宰一切 这个就是跟佛在大臣 这种常讲的 一切法重新相生 这一门科学 要是普遍推动了 我们的社会有救了 我们地球上灾难有救了 现在大家束手无策了 不知道怎么办了 量子力学证明 山和大地是有机体 跟佛经上讲的一样 弥勒菩萨跟我说 一弹指 有三十二亿百千念 念念成行 那就是物质 物质怎么来的 意念累积 变形出来的 行间有事 事是吗 它有精神作用 物质跟精神 永远不能分开 精神里头 有物 这个物质里头 有精神 精神能够收到外面的信息 如果信息是善的 是亲近的 是善的 山火大地 什么灾难都没有了 都能恢复正常 地球温度上升 麻烦大了 什么力量可以把它恢复正常 一年 如果我们这个世界上 这个世界上 有千分之一的人 一千个人里头有一个人 念头是善良的 念头是亲近的 就能把灾难减轻 那如果说我们这个世界 能做到百分之一 一百个人里头 九十九个是邪志邪迹 有一个是政治正解 地球上灾难可能就没有了 九十九个造业的 他想这个正念的人的福报 为什么呢 我们能相信 咱们老祖宗常说 邪不胜真 九十九个邪 抵不得一个真 这话说的有道理 所以我们深一心不疑 阿 尼 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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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尼 陀佛